讲的一些我都觉得不舒服 不受尊重 也不爱听人话 到底是谁惹嘉义县长张花冠不舒服 答案揭晓 就是与他渐行渐远的 显日战友陈明文 照片中立委陈明文 右手搭在张花冠的肩膀上 看起来似乎很大力 张花冠一脸不悦 试图想挣脱 没有想到到了台上 陈明文还是顶雕雕 各种肢体上的接触 让县长张花冠任无可忍 手搂着我的脖子 阿姨子阿姨嘛就烂 那我也不容易推开 然后人很多很多 所以我也不方便说 给他场面太难看 真的生气了 直说这样的行为 实在很不尊重女性 但因为活动场合 双方都是公众人物 实在不想当场给他难看 但不排除要提高 觉得他长那边是休假 所以我本来想去拜访他 而立委陈明文的妻子 不得知县长气到要对先生提告 表示愿意代替陈明文跟张花冠盗窃 没有想到直接被打脸 这又是女性最悲哀的原因 为什么男人做错事情 又要叫太太出来道歉 其实张花冠和陈明文两人 曾是默契绝佳的政治伙伴 攜手向中央争取经费 互换跑道后两个人对接下来的县长 接班人选不同调 被党内形容是两个太阳之争 14号一起出席活动 陈明文这一搭肩 看似想上演大和解 却造成反效果 心结越结越深 彻底撕破脸 记者后国文潘颖文加一报道